境界法师,拜颤的力量 我们是要具足两种功德,才能够开始去启动修行 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智慧,当然智慧就是证件 从这两个法门的次第,你刚开始要先修信心 所以你看普贤十大院,开展出菩萨的十大法门 它是先叫你礼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共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 这是干什么?这就是让你修皈依 你刚开始对三宝的境界,深夜的礼拜,口夜的赞叹,一夜的皈依 在这个地方忏悔业障,积极资量 在后面请佛注释,请转法轮,常随佛学,修智慧 最后的横顺众生,普接回向,修大悲 所以信心,智慧,大悲,整个大圣法就三个道次第 所以你看你修立宗,你跟一位藏地的法王修他的法 他第一个告诉你,修四加行 礼拜十万拜,持咒十万生,然后修供养 供养就等于是我们平常修福报,不施,持戒,供养 第四个是上师相应法 上师相应法我们先不谈了,这是立宗特有的 你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为什么要多拜佛 多持咒,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要修皈依 在家居室修学佛法,为什么很容易起邪见而去批判 因为他们没有拜佛 没有拜佛,你听完佛法以后 你就用你的分别心来看佛法,很容易起颠倒 我们出家中看到一部经典,是把它当作法宝,制成的恭敬礼拜 所以每一句佛法都能够很真实的,流入到我们的心中 产生裂恶生善的功能 因为我们对佛法有皈依的心 所以你一个出家人,刚开始多拜佛是对的 一方面修皈依,一方面破障,忏悔业障,无使来的罪障 民国76年,我就读佛学院,讲实在话 我读佛学院的时候听不太懂 那个时候海公是我们的院长 海公、姓公、达公、国庆律师以及会老师 那个时候的五位老师,现在已有两位网生 那个时候我听老法师们讲课,也是听不太懂 是有些欢喜心,但听不太懂 在毕业以后,我的同学们都到外面参学了 而我那个时候没有离开,就找了一个地方拜颤 我拜了三部愣严经,差不多二十万拜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它拜完 在拜完以后,我发觉整个心有了变化 我把以前的功课再拿来看,一看就懂 所以这个破障法门,你不能忽略 虽然说佛法是闻、丝、修 闻丝修它是一个正形 但是你内心过去有一些罪业 你要是不破障,就像一部车子 它是可以行驶 但是前面有块大石头,你不搬开,它就过不去了 刚开始我们一定要对三宝的境界 多多的礼拜,赞叹供养 由忏悔业障,积极资量 那么你的遮障破除了以后 这个时候再来修智慧 你的智慧就能够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